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17日 武漢肺炎似乎未有停止迹象 仍是抗展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现在知道日本和泰国 都分别曾去过武汉人士 在入境时发现他们发烧 以及呼吸到症状 结果这两位去了日本和泰国 他们身上是感染到有新型的 冠状病毒的呈阳性反应 另外在越南、韩国 都分别有一些来自武汉的人 在入境时发烧或喉咙不舒服 喉咙痛 因此需要求医 我们看到这个病毒是扩散了 去到全世界 还有就是本港也都前后 录得78宗的个案 当中56宗 对于某一些病毒 例如甲型的流感病毒 或者是月形的流感病毒 或者是抢病毒 或者是人类偏废病毒等等 是呈阳性反应的 他们的情况就是 当中71人已经出院 另外有7位人士 还在留意着 我们知道这群病毒 大部分人士 都没有去过武汉的海鲜城 因此我们是有理由怀疑 他们是在社区感染到的 还有就是 武汉的华南海鲜城 究竟是否一个源头 我们现在是不能确定的 虽然大陆方面 声称已经封了 武汉的华南海鲜城 进行了消毒 但似乎病毒的蔓延 是没有停止的 他们这一个源头 我们到现在 觉得是值得懷疑的 港大微生物学系的教授 袁国勇就认为 情况就显示 武汉的病毒的 传播源头是多于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 这么重视 去看看有没有人传人 以及 看看找到的源头 第一如果找到的源头 而清掉的源头 它再传播的机会 就是低了 第二就是看看有没有人传人 一般来说 在动物那里传到人 那个个案是非常少有的 所以就容易一些预防 而去到人传人的话 就是比较难控制了 现在的情况 其实不用怎样争吵 应该大家都明白 很大机会 很有可能 已经是有人传人了 在香港 我们只能掌握到 香港 港管港 以及 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个案 但是在武汉上 究竟有没有一些新案件 或者有没有一些传播 到其他省 和市 其他地方 我们就是掌握不了 好在好在 就是这个新型病毒 对于 对于人体的入侵 接着出来的肺炎的反应 就不是很严重 当年如果感染到SARS的话 就立刻是很呼吸困难 而且要深切治疗 而现在这个武汉的肺炎 似乎就是有些发烧的症状 和大部分经过医治是可以出院的 但是问题给我们的就是 当一个很新型的 传染病爆发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 控制疫情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现在武汉那里 所做出来的 第一消息是不透明 所以我们无法掌握上面的情况 第二我们看到 也有零星 在香港或者海外 是有个案的 因此我们推断他们那边 疫情是未受到控制的 很幸运 现在这个肺炎 不是那么严重的 如果他再来一次的SARS的话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 变成受害者 所以大家要在这个疫情爆发之中 学到一些东西 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真的要找到源头 第二我们真的要判断是不是人传人 如果是有人传人 立即要隔离那个有事的人 等到他不能在社区那里散播 第三就是 作为一个个人 我们需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如果我们去人多的地方 或者去探病 或者接触这些有肺炎的个案 我们需要戴口罩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我在这里的分享 今天就来到这里 多谢你收听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